我们知道铁链女事件 铁链女事件其实对中国人产生巨大的冲击 铁链女揭发了中国有这么大规模的人口买卖 到现在这件事情没有解决 共产党不交代这件事情 铁链女事件之后又曝光了另外一件事 上海小红楼 上海小红楼事件的曝光把中国人给吓傻了 上海大都市就是在市中心 有安全感吗 没安全感吧 但是到了疫情爆发 这一切都是小儿科 当疫情爆发之后 中国人发现 不怕你的房子有多贵 上千万 几千万的房子都挡不住大白 政府的末梢 巨委会 巨委会连政府部门都不算 就能主宰你 这种级别的摧毁 让所有经历过实物短缺 经历过入室消杀 经历过隔离 经历过转运的人 都失去安全感 彻底的失去 唐山打人事件 只是安全感丧失的另外一个鲜活注脚 暴力就是一个社会的癌细胞 它吞噬我们的安全感 一个崇尚暴力的社会 安全感是不存在的 那些觉得自己有安全感的人 那都是幻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